苏珊·瓦拉东是个私生女 曾经她在帽子店、蔬菜店、西餐厅等地工作 生活一直是勉强糊口的她 甚至还担任过马戏团团员 但她15岁开始从事模特工作后 就成了深深吸引着蒙马特高丽画家们的谬斯女神 雷诺瓦爱上了她 数次将她画在自己的作品上 罗特列克为她取名苏珊 取代她的本名马里克雷曼廷 她当时还把她介绍给画坛大师豆佳 并协助她走上画家之路 瓦拉东从一度会以玄秘曲文明的作曲家 埃里克·萨迪追入艾克 两人热恋了六个月 但在一次小小的口角之后 她决定永远离开萨迪 此后三十多年 萨迪没有让任何人踏进她和她一起住过的公寓 直到她死了之后 朋友打开门进去 才发现屋子里 由萨迪写给瓦拉东成队的信件 以及瓦拉东为她画的肖像画 医生只爱过一次 偏偏爱人苏珊去伤害了自己 这个男人一辈子都没能摆脱贫困 到了最后 也只能呼喊着初恋情人的免自死去 她为她留下了 我想要你这首歌